Hello 欢迎回来到轩辉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Selana归零的风险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聊到Selana Selana曾经是在2021年的牛市里面 让我赚最多钱的一个项目之一 我讲的是百分比 因为Selana我刚进去的时候 均价大概是在35到40块之间 最后它是涨到大概260还是270左右 我在250的附近是take很多profit 到最后Selana开始连续出现断链问题的时候 我在Selana大概是180块左右的时候 就把Selana清空了 但是在整个投资 在Selana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在这个项目上得到非常好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 Selana是在上一轮牛市当中 除了以太币跟比特币以外 我赚最多钱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最后会导致我放弃Selana这个项目 我在之前影片上方 有做过几个关于Selana的影片 有解释为什么我会放弃这个项目 然后当时我做这些影片的时候 也是半年前 那时候Selana还是处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 后来发生什么事 大家可能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Selana跟SendBankman Free 还有FTX一直都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Selana也是SendBankman Free 本身最推行的一个项目之一 我们在这边这则报导就可以看到 SendBankman Free was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prominent backer of Solana 就是说SBF是最支持Selana这个项目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SBF跟FTX挪用很多客人资金去炒作一些币 其中包含了FTT 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这些项目都被归类为SamsCoin 就是说SBF的币 这些币包含FTT 包含Selana 包含Selana上面的DeFi项目Serun 还有ICP Internet Computer也算 还有Aptos 这些都是遭受到FTX事件波及的一些项目 有好有坏 像Selana就是属于受FTX恩惠 然后得到很好投资报酬率的一个项目 其他的项目像是ICP 或者是Aptos 都是在刚发行的时候 就被FTX用力的砸盘 导致币价一绝不振 但是我们今天不聊这些 今天主要的内容是要聊Selana 归零的风险 今天Selana到底有没有归零的风险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Selana的走势 Selana在最近一年 基本上从高点到现在 已经跌去了97%了 你可能可以说 这个其他项目也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我最喜欢的ADA好了 ADA目前为止 也是跌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来这边量一下 从最高点到现在 基本上也已经跌去了92%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币 以太币从最高点到现在 应该也是跌去了75% 以最低点来算的话 也跌去了81% 所以我们要怎么在 所有加密货币项目 基本上都跌去超过80% 这个环境当中 知道说Selana到底会不会归零 或者是他还没有希望起始回升 我看的东西有几点 今天为什么我会把主要的资金都放在 比特币 以太币 还有爱达币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些项目都是经历过熊市的测验 Selana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测验 这个怎么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以太币好了 以太币在上一轮熊市当中的时候 从高点到低点 也是跌去的大概94.5% 但是最后 它又是回到历史新高了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爱达币 爱达币在上一轮熊市的时候 它甚至跌去的将近是99% 从1块3毛跌到2cent左右 所以也是跌去的将近99% 但是今天在爱达币上面 经历一轮熊市的测试之后 它还可以从2cent的地方 直接翻150倍变到3块多 所以你也可以说爱达币 以太币 还有比特币 都是经历过熊市测验的币 当然没有说任何guarantee 就是说没有保证说 这件事发生一次之后 下一次爱达币 以太币 也可以在熊市之后 再次回到新高 当然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 这件事情会发生 但是至少它是有track record 就是有记录的 对吧 它曾经跌去99% 但是又创建了历史新高 比特币就更不用说了 比特币已经经历了 三轮的熊市了 这是比特币的第四个熊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我节目当中 花了80%的时间 都是在跟大家聊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永远是 加密货币中的一个王 然后比特币永远是 最安全的一个项目 然后任何时候其他山寨币的走势 基本上也都是会受比特币的影响 今天比特币在大跌的时候 其他山寨币基本上 是不用想要创历史新高了 往往牛市来的时候 比特币也是第一个 会创出历史新高 之后才会带着 山寨币一起上去 所以我们再回到了 Solana这个chart Solana就是去年牛市 开启之前发行的项目 在去年牛市当中 当然是犯了几千个percent 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事情 就是今天Solana会不会归零 因为毕竟Solana没有经过熊市的测验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VC coin 这件事情在上面这个影片 我都已经有跟大家聊过 分析过它币的分散度 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现在FTX Solana最大一个支持者 已经破产的状态下 Solana有没有可能走出这轮的熊市 几率是有的 但是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投资在比特币上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比特币经历了三轮熊市的测验 但是今天所有这些山寨币 99.9%这些山寨币 都是不会再回到历史新高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上面的认知 当然也不是说以太币爱达币 因为经历了上一轮的熊市 然后回到历史新高 就代表说他们下次还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毕竟他们有这个track record 有这个记录在 所以在这些项目上 相对来说还是安全很多 因为毕竟高达99.9%的山寨币 都不会再回到历史新高了 不是说你在上面不能赚钱 就是说今天假如说 Solana跌到三块 很多人都说Solana三块的时候 他们会进去抄底 因为他们认为 Solana三块是一个非常好的区间 然后也是当初这个时候的 Temporary High 就是暂时的新高 所以很多人会说 在Solana跌到三块的时候 要进去抄底 不是说你在Solana上面不会赚钱 只是你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这个项目可能不太适合我们长期持有 它有没有可能从三块翻十倍翻到三十块 这可能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项目上 就是没有track record 没有这种经历过熊市测试的项目上 你在上面赚到钱 就是一定要知道怎么懂得套利 不要说觉得是钻石兽 永远拿着这个项目 因为大部分的山寨币 最终都是有可能走上归零的这条路 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coin market cap 现在我们就拿Cardano跟Solana来比 因为Cardano跟Solana 他们的市值一直都是不相上下的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Cardano 还是处于第九名 目前市值大概是8.35个billion 但是Solana 它却已经跌到剩3个billion左右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我做这些 警告Solana持有者的这些影片 就在半年之前 做这些影片的时候 Solana市值 我记得当初还是比Cardano要多一点 所以在短短的半年以内 Solana现在市值 连Cardano的一半都已经不到了 所以就代表说 Solana的跌幅 是比ADA还要来得更狠 更强烈很多 因为当初这两个项目的市值 是差不多的 但是现在短短的半年 Solana的市值 已经连Cardano的一半都不到了 所以你也可以说 它跌的是Cardano的两倍之快 当然现在在熊市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山寨币可以幸免 包含以太币也是跌得很惨 对于这件事情 我有跟大家聊到过 就是在熊市当中 比特币一定是会是最稳的 然后我让大家一定要在熊市当中 持有越多的比特币是越安全的 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自己对ADA是非常了解 我对ADA未来发展是非常信任 所以我并不会在意说 我ADA买在一块买在一块五 买在两块 然后就是慢慢的抄底 抄到现在50Cent 30Cent 20Cent 一路抄下来 我自己有我的策略 我自己也知道我拿得住这些币 所以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 因为我看到的是ADA最终的价值 但是就像我说的 DCA一定要是在一个对的项目上面 如果今天你DCA在Selana这个项目上 然后Selana是随着时间会往下跌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重新考虑 你对Selana的策略了 因为在最近的影片当中 还是有一些观众朋友留言说 他们要抄底Selana 他们要DCA Selana 看到这些信息 我是认为需要再三思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做了一个 Selana影片来提醒这些 想要DCA或者是抄底Selana的朋友 你一定要知道 Selana的风险跟其他的山寨币 还有其他L1B相比呢 他的风险是高出很多的 那他这个报酬会不会也高出很多呢 Maybe可能也会 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跟报酬 它是不成比例的 我认为其他的项目会安全很多 像ADA 像Polygon 像Polkadar Avalanche 这些我都认为会比Selana要来的安全很多 但是最终我对Selana的了解 可能没有像一些专注于研究Selana这些人来的深 所以今天如果你认为你的research 就是你的调查 还有你的研究是对的话 然后你想要stick to Solana 就是你想要跟着Selana一路向去 一路抄到底的话 那也是可以 因为毕竟我在上面的认知可能没有你多 但是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是Selana风险还是很高的 因为它有锻炼的风险 有FTX的风险 然后现在又有active developer 就是在Selana链上活跃的开发者是减少了90% 然后最大两个NFT项目又已经要出走了 所以真的是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只是要提醒想抄底Selana 跟DCA Selana的朋友 就是要多做功课 真的对这个项目了解之后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再把钱放进去 OK 我们开始看新闻 今天的第一个新闻要跟大家聊的是 之前的SEC的console 就有点像是咨询师 他本身也是在CFTC做事的 他的名字叫做Burkowitz Burkowitz就是一个美国政府的官员 他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是长达有20几年的时间 今天就有消息指出 SBF跟这个人在2010年的时候 是有进行一个像晚餐这样的聚会 就有消息指出 他有可能在当初收到SBF的钱 同时这个钱又转手交给SEC的Chair Gary Gensler 但这件事情是没有得到确认 但这两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在讲这件事情 同时又有人说加州的州长Gavin Newsom 也跟这个FTS有关系 所以这件事真是让人越来越物理看花 但是对于SBF还有FTS 他们去Bribe 就是去贿赂SEC官员跟CFTC官员这件事情 我认为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在这个消息遭到正式确认之前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如果任何时候有什么confirmation 就是确认这件事情的发生 或什么证据的时候 我会再做新闻跟大家聊 下一个新闻是关于SBF被交保之后 他的人生是怎么样 他目前就是住在他父母的家中 在Pala Alto 就是北家的地方 然后过的是比在巴哈马斯 要舒服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毕竟这个环境是跟监狱里面 是没得比的 他脚上是要挂一个追踪器 然后他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就是基本上都要待在家里 出去的话就是只能做一些跑步 在家里附近跑步之类的 但是还是比监狼要好很多 但是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父母一个礼拜是花了高达1万美金 去请了一个private security firm 就是有点像私人的保安公司 来保护SBF的安全 因为据他们说 有很多可能在FTX上损失前的人 有对SBF提出死亡的威胁 因此他父母就一个月花了1万块美金 聘请一个有点像是私人的保安机构 保安的公司这样去保护SBF的安全 他出去跑步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会有保镖跟着 所以看到这边我就不禁觉得 有一个好的父母真的是让你的人生起跑点 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就连今天SBF遇到这么大一个状况 最终会cover他还是他的父母 现在我自己身为父母 我也非常非常可以体练这一点 就是父母是全世界为二的两个人 会对你是完全无条件的付出 说什么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兄弟 或者是甚至老婆老公都不见得有这样的爱 在这个世界上父母的爱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父母的爱是完全不要求回报的 所以聊到这边我也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让我有机会可以出国到美国来读高中 然后接受美国开放式的教育 让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大部分都要归咎于我父母当初他们的视野 我还记得当初我在台湾国中的时候 要来美国还是非常非常不愿意 甚至是闹了一个家庭革命 说要逃家要翘课等等这些事情 但是二十几年后过去回来看 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当初我父母的决定 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 所以今天在这边就是要感谢我的父母 然后在这边跟你们说一声 I love you guys 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加密货币的Vlogger就是Tiffany Fong 他表示说他有在昨天对SBF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访问 只是他目前还没有时间去写细节的文章 因为他还是处于一个休假状态当中 到时候Tiffany Fong公布了他对SBF访问之后 我们会再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也是SBF交保回到美国之后 做的第一个访问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内容是大家会想知道的 下个新闻也是关于SBF的 SBF即将在明年的1月3号出庭 很多人就在猜说他到底会不会认罪 因为之前FTX一直的说法就是说 他对FTX破产的事情是没有行责的 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因为很明显的所有矛头都指向他 现在就是要看1月3号开庭的时候 SBF会不会认罪 透过认罪的方式来降低他的行责 这就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事情 离1月3号也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了 所以到时候出庭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消息 到时候我会再做新闻跟大家聊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Sam Benckman Free的close friend 叫做Nichet Singh 就是FTX以前的director of engineering 就是软体工程师上的director 就是老大 还有Sam Tubarco 他们两个人是目前还没有遭到任何的起诉 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任何形式上的问题 对于Nichet还有Sam 很多人都在说他们也是手也是脏的 在FTX事件上应该也是套了很多钱之类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此时时刻他们两个都还是没有被起诉 下一条新闻是关于MicroStrategy的 MicroStrategy还有MicroSailor在比特币最低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停的在进行抄底跟囤比特币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一次的比特币购买应该是MicroStrategy买到最便宜的比特币 因为之前MicroStrategy每一次购买比特币的时候 比特币在他们买了之后都会跌 而且他们每一次买基本上都是买在高点 所以现在在这边先恭喜MicroStrategy跟MicroSailor 终于有一次买比特币是买在相对的低位了 然后在下一则报道当中 对于MicroStrategy买这么多的比特币 就是产生了一个分歧 就是在比特币的社群里面产生了一个分歧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analyst 就是比特币的分析师叫做Willie Wu 他就认为说 今天MicroStrategy囤了这么多比特币 对比特币来说 其实是一个过于中心化的一个风险 因为他认为任何公司 他们做决定的时候都是extremely centralized 就是非常非常中心化 就是由一两个人来做这些决定 所以这个Willie Wu就认为说 MicroStrategy目前持有 我记得是159分之1的整个比特币的流通性 就是大概0.7%左右的比特币流量 都在MicroStrategy的手里 他认为说 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风险 counter argument就是说 对另一边的这个人 就是支持MicroStrategy买比特币的这些人来说 这个人叫做Dan Held 他也是比特币社群里面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 他不认为任何一个公司 或任何一个人购买 这个极多的比特币是一个风险 因为今天比特币的network 就是比特币的矿机是非常非常分散的 那重点是在这些矿机上面 不是在这些持有比特币多少 这些人上面 然后他在这边同时又表示说 There is no way to control who buys Bitcoin and that people or firm can buy as much BTC as they want 就是说 这个买比特币这件事情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的 假如说有人要把所有比特币都买走的话 这也是他的自由 所以他认为今天任何人 任何公司想要买多少比特币 都是他们的自由 都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观点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有分这个两派 一派是觉得说 MicroStrategy还有MicroSeller 买很多比特币是好事 那有另一派是说是坏事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 应该都是觉得这是好事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 怎么看这个MicroStrategy 购买很多比特币的这件事情 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讨论 下一条新闻也是关于MicroStrategy的 他们打算在2023年的时候 推出自己发行的 关于比特币闪电网路的一些软体 但在这边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细节 MicroStrategy就表示说 比特币可以透过闪电网路 去解决很多现金社会一些问题 包含在使用信用卡上一些 这个delay的问题 因为闪电网路基本上就是instant 就是瞬间就会完成交易 那不像这个信用卡 是会有一些delay 那至于它最终会研发出 怎么样的一个软体 来推行比特币跟闪电网路 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去期待的事情 因为本身MicroStrategy 就是一个软体公司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2023年 我相信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MicroStrategy为比特币闪电网路 创造出什么样的软体 下者新闻是关于 没有受监管的这些交易所 就是没有合法注册的这些交易所 上面高达70%的交易 都是wash trading 那wash trading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美国买股票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wash trading rule的 就是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 就是假如说今天你持有一个股票 你不可以说卖掉这个股票之后 马上就把它买回来 然后把卖掉股票这件事情 拿去做这个税务上的一些动作 任何时候你卖掉一个股票的时候 你在30天内是不能把它买回来的 但是在加密货币里面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 是没有受到监管 或者是没有注册的 所以尤其在这些没有注册 加密货币交易所上 里面的交易量有高达70% 都是wash trading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假的trading 就是假的交易 因为今天假如说你可以在一个瞬间 卖掉很多大量的加密货币 然后同时再把它买回来的话 你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 把这个交易量推高 但实际上你只是从自己的左手 换到自己的右手而已 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买加密货币 当然还是要透过这种 有注册加密货币交易所 会比较安全 因为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没有注册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 上面有高达7%的交易 都是来自于wash trading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者的新闻是关于FTX的liquid exchange liquid exchange是在日本最大的 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它是属于FTX旗下的 在今天这个liquid exchange就表示说 在2023年他们就会陆续 把客人资产还给大家了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监管很重要的性 因为在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 可能是要遭受到 比较严格的监管 所以不管是FTX JAPAN 或者是他们旗下的 liquid exchange交易所 上面的资金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目前看起来2023年 住在日本的这些加密货币投资者 就可以把他们资产 从这个平台上拿出来了 但是对于住在全世界 其他地方的FTX受害者 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下者新闻是关于Celsius的 Celsius原本是有一个 1月3号的deadline 就是1月3号的到期日 就是你要在这之前 去提交你在上面损失的金额 如果今天你有资产在Celsius上面的话 你就必须在1月3号前 去提交你在上面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填一些细节之类的 今天这个deadline被延长到了2月初 最近如果你有资产被卡在Celsius上面 然后还没有提交这个表的话 建议你尽快去做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被移到2月初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1月3号前做这件事情还是最安全的 另外在这边可以看到 光是在律师费上面 Celsius到目前为止就已经花了53个million 就5300万的律师费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对于一个已经破产的公司来说 还要花这么多钱在律师费上面 变相等于是使用的客人资产 对吧 所以今天Celsius看起来是比较不乐观 但在这边还是wish them the best 就是祝他们好运 希望在Celsius上面有钱被卡到的客人 可以尽快地把他们资产拿回来 就算拿不回100% 拿回80%也是不错的 下者新闻是关于BMW的 BMW是我自己最爱的牌子之一 我自己曾经开过三台BMW的M-Car 192的M3 F10的M5 还有F80的M3 我的两台M3都是手牌的 M5是自排的 但这些M-Car是非常好的车 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BMW这个品牌 就是在操作感上BMW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唯一我认为操作感比BMW好 或者是差不多的牌子就只有保时捷 没有其他的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BMW在泰国的分部 就决定了使用加密货币的技术 来对于他们BMW Financial进行一个合作 这怎么说 就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跟BMW本身的银行就会做一个连结 然后BMW很多 Financial 就是财经上的数据 包含客人欠的月费 还有这些细节 都会透过区块链的技术去计算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他们会使用Web3来记录BMW他们自己客人 Loyalty Program 就是这个忠实度 可能是他可以计算客人 购买几台BMW 怎么样 然后他可以在上面一个档案上看到自己的Loyalty Reward 有点像是一个忠实度的分数 是透过Web3还有区块链技术去计算的 最后开发这个项目的公司 叫做CoinWeb 他的CEO Toby Gilbert就表示说 最终BMW可能会把这项技术延伸到全世界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汽车行业里面 所以在这边看到BMW开始跟加密货币 还有区块链技术进行合作 然后想要推行他们在Web3里面的发展 真的是一件非常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 今天最后的新闻是关于Fiji的 Fiji这个国家 中文应该叫做培金 它就是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国家 上面也是非常漂亮的 有点像是马尔地夫这样的感觉 今天Fiji这个国家 选出了他们新的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就有点像是总统这样的一个职位 Prime Minister是对于加密货币非常友好的一个人 他曾经就问过要怎么使用比特币 来作为他们的Legal Tender 就是合法货币 像萨瓦多或者中非共和国这样 然后在下面更多新闻就流出 他们可能会在2023年的时候去推行这件事情 把比特币作为他们Legal Tender 如果Fiji真的可以成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想去这个地方玩一玩 因为我之前就看过Fiji的一些照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有点像是Bora Bora的感觉 Bora Bora就是我跟我太太 一周年度假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Bora Bora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岛屿 但是Fiji我看到的照片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今天如果Fiji正式把比特币作为他们的Legal Tender 就是合法货币的话 我应该会非常非常想去Fiji去参观一下 然后看一下那边的比特币生态是怎么样 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这个节目可能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影片 所以在这边祝大家跨年快乐 大家出去跨年的时候 真的是也要非常非常小心 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明年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